大家好,我是艾圆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尖言爱谷1-4 1-3 圆神那塔全宝箱加火神童加全任务加陶侠加成就加探索度100%一条龙全收集路线 那这一次给他带来的是 那塔区域的宝箱神童 任务摩拉箱 还有成就一条龙通时收集的视频 大概在做完蒙德主线过后 就会在千赫沙地左边这里多出一个传送底 这个是自动解锁的 然后我们直接从这个传送底开始吧 我们到了这个传送底之后 朝西方向定出左边 自己往前走 好,在我们远处可以看到有一个符纹 所以我们靠近这个符纹 自己会强制触发这个剧情 诶 好,这样我们就被带到秘境里面了 然后这里我们需要先清一波流血狗 那这里过了一段对话之后 它提示我们按T 可以附着到这个龙的身上 那这里是属于一个新手教程 所以先简单讲一下这个机制 我们在附着龙身上之后 我们这里按下1 会遁地 然后这个遁地状态是可以爬山的 它相比我们人物的状态下 它能爬得更高 并且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校方这里有一个 雪条上有一个值 这个是染料 这个染料的话 大家在爬完之后是有这个体力草 好,当这个体力草消耗完之后 它就会使用这个染料 好,那这里更多细节会在后面给大家演示 先简单讲一下 然后你要重新返回地面 就再按它1就可以了 好,然后你想退出这个附着模式 就按下Q 就可以摊出来 好,然后这里模型还是变成龙 先跟着任务指引 这里我们按下攻击键 撞下 那这边是可以对我们这个小伙伴 这样进行一个秘密 大家就自己取一下就可以了 那它对话完之后 这里我们跟着这个龙 这里跟着它走 来,这里我们选择这个离开 好,那出来之后 在西北方向地图左上方 在前方路口这里有一个 这个火神筒啊 我们直接飞过去 拿来剪刀 拿来剪到这个火神筒之后 大家可以继续沿着前方这个小路往前走 先去把前方这一个传世人给他看一下 然后这里图中是没有宝翔的 然后传染之后 朝着西北方向地图左上方 这里往前走 不必行计 这里走到镜头之后 会有一个白色的羊驼 在右手边这里有门 按下T 这里附阻到这个龙身上 我们再按1 爬到这个建筑物 这里往上爬 在这个房顶上有一个普通宝箱 好 开启之后 我们这里退出 退出附着 然后朝着东南方向 地图右下方 这里直接是飞不过去啦 我们先飞到这个桥上 然后设个桥往右边走 好 这里 走过来之后 在左手边这里有一个活动的任务 大家靠近可以自动接一下 然后这里我们要来到前方这个舞台 在这个舞台这里是有一个成就啊 呃 站在这里 大概 等个半分钟左右吧 会有一个555的成就 好 然后紧接着在西南方向 地图左下方 这里我们从这个喷火口这里爬上来 在这个木架子这个地方有一个 金字宝箱 开启之后西北方向 地图左上方这里出来 往前走 好这里我们从这个帕加尔这个NBC的位置 朝西方向看啊 在下方这个草堆这里 有一个直接开启的普通宝箱 那捡起之后我们再朝着西方向 地处左边往前走 再捡完这个草堆位置 有一个石盒子啊 那这个石盒子是我们这一个区域的摩拉箱 那捡到这个摩拉箱之后 我们再朝西南方向地处左下吧 这里贴着墙往上爬 这里爬上来 好爬下来之后我们自己往右手边看啊 先来到这个栅兰的位置 在前方这个钻头位置有一个火神的话 那再捡神龙自己延伸缩一下 在这个西方向地处左边 在这个房顶上可以看到有一个蛇子 大家有需要自己去捡一下 然后这里我们在这个栅兰这里 朝这个神龙这里飞过去 那这里要赶紧往左爪 朝着西北方向地处左上方 好这里继续往前走 所以楼梯这里往前 在西方地处左边这个房顶上有一个普通宝箱 这是背后这里 来这里捡到 好然后我们再朝西南方向地处左下方 往前飞 这里朝下方看啊 下方这里有一个有一个龙 我可以附着到他身上 好附着之后啊 那在这里有一个空间啊 大家剪辑进入 他自动帮你这里传送到上面啊 上面这里是一个七天祥 大家可以去开一下 好这一搭开到神像之后再跳下来 重新附走到这个龙身上 然后这次我们朝着北方向 就是上方 按下一顿地 然后再爬下这个墙 所以我们要爬到这个雪崖上方 这里注意头顶啊 头顶这里不要被挡住 这里如果你是买燃料 盘塞是刚刚好的 如果你燃料不够 你就去那个神像那边 恢复一下 好爬塞之后 在东北方向地图右上方 在这个起杆上面 这里有一个火神筒 这里如果你能量不够了 就直接退出啊 千万千万照人形态 这里直接爬就可以了 这也不是很高 在上面这里是一个火神筒